这么想做我的女人 我只成全你 放开我 不让我 不让我 看来我真的想错了 你接近我 说要做我的女人 不是因为认出了吗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想杀了莫先生 为什么 为什么 费这么大力气借鉴 我就是为了杀莫先生 莫先生说他杀了我爹 你认为是莫先生杀了你爹 证据呢 有关家说 我爹死的那一人 就是去见了莫先生 第二天我爹的尸体 就被发现到了公关门口 像竹鼠家 脸都被打烂了 他亲眼看到了吗 愣住 从一开始 我就是你复仇计划的一部分 对吗 对 对 所以你是说 从我们第一次在教堂相遇 就是你计划好的 你说的每一句话 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骗我 我说要做你的女人 这句话是真的 因为只有这样 我才能心甘情愿替你报仇 我情愿利用我受负的代价 这么想做你的女人 我就成全你 你放 放开我 不要 不要 大哥哥 大哥哥好 大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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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岳浩 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能 你知道吗 古青野 一直以来 我都活在斗争和杀戮里面 我从猎杀者手中一步一步活下来 没有人在乎过我 直到我遇见了你 但是你今天告诉我 你说这一切都是假的 都是你处心积虑的设计 我承认你特别会嗦记 但是你不应该把我算在你的计划里 你不应该让我替你做事 不是的 如果我早知道你是 滚 我说滚 再也不想见到你 然而年传的 爹 女儿没用 我该怎么办 小姐 小姐 你回来了 刘叔 刘叔 当日你跟我说 是莫先生杀了我爹 是 你亲眼看见他开枪了吗 这 八岁那年 我爹带我去云城 路上遇到土匪走散了 我被人追杀 是一个大哥哥救了我 之后我们便一起流浪 相依为命过了大半年 直到后来你找到我 把我接回了家 小姐怎么突然想起这事了 后来我让你去接他过来 你却跟我说他死了 他真的死了吗 我 是 是老爷说 不用说了 我已经知道了 小姐知道什么了 大哥哥他没死 他还活着 我找到他了 目标 长眼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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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小姐就不怕被孟爷瞧见 他这几天可在砌头上 随时可以疾病 我要见莫先生 莫先生可不想见你 那帮我捎句话给莫先生吧 我的确没有证据证明 我爹就是莫先生杀的 但我爹死的那日 也确实是见了莫先生 你们想撇清关系 也请拿出证据 还有这个 请帮我转交给莫先生 你们想派谁来 请自便 这又是何一 你们不是想知道顾家公馆 到底有没有预面修罗吗 那就请你们亲自去看看 看来顾家是真不计了 竟然让顾大小姐 亲自来送情景 还是说你借着送情景 有其他目的 叶一帆 她还好吗 那你是以什么身份 问的这句话吗 顾清言 还是夏之秋 这重要吗 那么顾小姐 你在意的究竟是那个大哥哥 还是叶一帆 她是这么说的 莫先生是打算告诉她 那具尸体不是顾老板了 说了她就会信吗 她说的证明就给证明 她凭什么呀 如果顾廷威还活着 她现在无非倚仗两股势力 沈家 云城 但顾清言对这事 似乎毫不知情 那这么看来 那这么看来 是沈家一直在帮顾廷威 我去找人盯着沈家 那顾家公管 您要去吗 这么多年了 第一次能堂堂正正地迈入那扇湾 我当然要去 我当然要去 苏小姐 曼玲姐 曼玲 听墙根可不是个好习惯 一帆哥 我回来了 这个是给孟爷的 这个香水是给曼玲姐的 还有这个 这个可是我在巴黎百货挑了好久 特意给你挑的 看 这可是当下最时髦的款式 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还说呢 我上个月给你写信的时候 就跟你说了 结果曼玲姐说 你根本就没拆那些信 要不是我给胡师傅打电话 恐怕就没人去车站接我了吧 对不起啊 最近发生了一些事 一帆哥 我 我知道 你最近遇到了很多事情 我这么回来了吗 以后呀 我就一直留在你身边 帮着你 既然从国外回来了 就出去找份正经工作 多认识一些朋友 别整天跟着我打打杀杀的 等再过两年啊 给你找个好人家 风风光光把你嫁出去 我才不要嫁人呢 你别忘了 你之前可是答应过我爹 你说你要照顾我一辈子的 谁说嫁人了 就不能照顾你了 记住 整个鸿门都是你的底气 我也永远是你大哥 我知道 你又要说 大仇未报的那一套 一帆哥 你是不是要去 顾家公馆赴宴 能不能 让我陪你一起去 好不好吗 那么顾小姐 你在意的究竟是那个大哥 还是叶依凡 他会来吗 女孩 我都知道 亲爱的 爹 30 s 你不听你 是